9月2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并进行国事访问的南非总统拉玛福萨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南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国同南非的友好 源于争取民族解放的肝胆相照 推进国家发展建设的相扶相伴 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团结协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也是新南非成立30周年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换 中南两国追求现代化的使命没有变 推动中非合作的志向没有变 完善全球治理的愿望没有变 中南加强团结合作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契合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世界影响 习近平强调 着眼中南关系新定位 双方要把握好三个方向 一是共同进步的政治方向 以高水平战略互信引领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向 完善两国合作顶层设计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三是世代友好的民意方向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交流合作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职业培训中心项目 为南非青年提供更多奖学金 和研修培训机会 习近平指出 中非合作论坛 是南南合作的典范 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 中非双方将在本次峰会上 确立新时代中非关系新定位 共商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做出部署 中国对非洲国家开放的大门 将越开越大 中方愿同南非等非洲国家 不断打造合作新动能 促进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中非合作的快车 必将越跑越快 越跑越好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际形势越是复杂 全球南方国家 越要坚持独立自主 团结协作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愿同南非加强国际多边协作 将全力支持南非 明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工作 拉玛福萨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对南非成功进行 第四次国事访问 我们共同庆祝南中建交25周年 推动南中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南中两国拥有高度政治互信 和深厚传统友谊 在很多问题上立场相似 目标一致 经贸合作基于平等尊重 互利共赢 联系日趋紧密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为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 祝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 相信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将为南非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提供更多机遇 南非愿继续成为中国可信任和可靠的朋友 同中方以建立新时代 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 拓展深化经贸投资 基础设施 新能源 减贫等领域务实合作 密切人文交往和教育文化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助力南非实现现代化 南方将继续坚定不移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 使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国家获益良多 南非支持中方成功主办这次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加强非洲团结 坚定相互支持 促进非洲大陆和全球南方国家 实现共同发展 南非支持中国和巴西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提出的六点共识 感谢中方支持南非去年主办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南方愿同中方继续在金砖和二十国集团 等多边框架下密切沟通协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 人居建设 双边贸易 农产品市场准入 文化遗产等多个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 关于建立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拉玛福萨举行欢迎仪式 欢迎仰 欢迎仰 转天 欢迎仰 欢迎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